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出席活动穿着暴露 意外走光芒五胸 跨步变宽惹网友猜疑 迪丽热巴最近出席活动时 一席大胆穿搭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不得不说 这位女神的每一次亮相 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也不例外 前几日迪丽热巴以一席性感蓝色 礼群惊艳亮相某活动现场 那身材 简直了 凹凸有致 犹如古希腊雕塑般完美 但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这身装扮虽然美艳动人 却也因为过于暴露而意外走光 让迪丽热巴在众人面前稍显尴尬 在活动现场 迪丽热巴的蓝色里群设计独特 低胸设计尽显性感魅力 然而 正因为这种设计 使得她在走动时不慎露出了一些不该露的地方 这可把迪丽热巴给急得 赶紧捂住胸口 生怕再走光 这一幕被在场的媒体和网友们捕捉得个正着 纷纷猜测她是不是太想展现自己的好身材 结果用力过猛了 除了走光的小插曲 迪丽热巴的胯部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细心的网友们发现 迪丽热巴的胯部似乎比以前宽了不少 甚至有些变形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之前 关于她隐婚生子的传闻 有网友调侃道 热巴妹子 你这是不是生娃后没恢复好啊 胯部怎么变得这么宽了 当然 也有粉丝魏迪丽热巴辩解 称她的胯部变宽可能是因为 拍摄角度和服装搭配的问题 毕竟 作为娱乐圈的明星 迪丽热巴的每一次亮相都要经过精心打扮和搭配 偶尔出现一些小瑕疵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 话说回来 作为公众人物 迪丽热巴在出席活动时 确实应该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 毕竟 她的形象不仅仅代表着自己 还代表着整个娱乐圈的形象 当然 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苛责她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穿着风格 只要她觉得舒服 自信 那就够了 不过 我们也要理解 明星虽然享受着光环和荣耀 但他们同样需要自由空间和隐私保护 他们的每一次亮相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安排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被公之于众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 不要过度窥探他们的生活 对于迪丽热巴来说 这次的小插曲或许能让她从中戏曲教训 调整自己的着装风格 毕竟 作为娱乐圈的明星 她需要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 同时也要尊重自己的隐私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以更加成熟 稳重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总之 迪丽热巴这次出席活动的穿搭 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这也正是娱乐圈的魅力所在 我们期待着她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精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